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赵丽颖暖冬慵懒封面曝光,隔空对话和幸福,优压之性温暖又治愈。 赵丽颖首次登上BLOUS中文版封面,11月19日营保拍摄的大片曝光,和往常一样,又是一场视觉盛宴。 赵丽颖身穿白色衬衫,搭配银灰色长裙,穿着高筒靴,黑长直发型显清纯。 她手里提着剩满各种水果的小竹篮,坐在爬梯上,目光炯炯,笑容明媚。 将长裙换成了黑色上衣,又是另一种酷帅风格。 但赵丽颖天生长着一张温柔的脸,嘴角微微上扬便让人如沐春风,这些年也帮她获得了极好的路人缘。 一袭粉色纱裙更是将银宝衬托得温柔之性,被鲜花围绕却并不显得土,但人比花椒更胜一筹。 赵丽颖身穿白色毛衣显慵懒,隔着一层纱,尽显朦胧美,为凛冽冬日增添一丝温暖。 赵丽颖烫了卷发之后,显得发亮就更多了,看起来也更为成熟。 银宝站在金黄色幕布上,为冬日在天一丝暖意。 赵丽颖接受杂志的采访,谈及已经杀青的新戏幸福到万家, 银宝趁自己饰演的角色和幸福柔软且坚强,积极奋进拥有正能量,和她现在的心境不谋而合。 和幸福的朴实,率真和正义感,也正是赵丽颖身上所拥有的品质, 所以某种程度上有种本色演出的感觉,她也因此自认为能够把握好这个角色。 官方也曝光了一段视频,隔空对话和幸福,赵丽颖笑容更加灿烂甜美,声音温柔, 她说的一句话尤其励志,就像有些植物,天生是以野外,伴随欲漏风霜,才能坚韧生长, 我们只有追随自我,才能走出坦荡。 赵丽颖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,但是我们却从未看过她在公共场合有过什么抱怨, 也从不悲天悯人,面露苦涩,而是向阳而生,永远都是积极向上的姿态。 赵丽颖事业心极强,影视剧一步接着一步,偶尔才会碰到她和儿子同框。 在孩子的面前,银宝母爱爆棚,不过孩子应该是由冯绍峰的父母在照顾, 所以母子俩见面的机会并不多。 如果孩子和妈妈在一起,想必也能继承银宝的这份温柔和坚强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,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